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到我发言的这个 我就一成过半了 So far so good 我非常坦诚地和诸位交流一下 我来读这个书的感受和我的诉求 傅翔老师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他 但是他选择我来做这个新生发言呢 我想他一定有一些考虑 或许我是在做诸位的一个典型 我呢1996年大学毕业 这个一直在做互联网的创业 在web1.0阶段呢 我参与了这个新浪亚信的上市融资工作 亚信是中国第一家去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它的第一个财务模型就是我做的 但是我在准备我们的课前作业的时候 我重新去读用数字去看企业 读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我的很多财务知识是错的 我们可能接下去的 我要去系统性的学习的话 那么我想可能会升华一下 我过去30年所谓的曾经让我骄傲的 这些商业经验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来这里读书呢 我觉得我的一个诉求就是让我的知识结构更加系统化 过去我们非常草莽的 我也带公司上市 我也做财务模型 我也做产品 但是呢可能很多地方是不够系统 不够科学 所以这次来这里读书 我觉得第一点呢 我是想让自己更加系统 第二点呢 过去我们在中国大陆 我们积累了非常好的这个经验 但是呢今天局部市场已经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野心 因此当我们放眼全球 我们想进入国际市场的话 那么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好的踏板 当然在读书之前 其实我已经来新加坡 我的家人已经来到新加坡 那么我们的事业已经开始开展 我们经历这样一段学业的旅程 我相信对后面我的事业发展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这是我的两个主要诉求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就想交一些新的朋友 坦率讲呢 交朋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并不是很大成长 是我的负担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觉得我曾经推掉了我90%的饭局和聚会 任何一个人来说 连我们来交一下朋友来吃个饭 我觉得对我来讲更大的是一个负担 我人生已经过半 我非常珍惜我在后半城里边 我结识的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我们算一下 我们花一小时和一个人去交流的话 我觉得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这么高的成本呢 我们一定要有选择 我非常高兴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替我领选了在座120位 这么好的高质量的交流的伙伴 我自己在生活中 我在拒绝别人对我的邀请的时候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标准 我说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去花一小时时间去吃饭 或者去交流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小尺 这个小尺子就是 他是不是我在葬礼上可以邀请的朋友 如果我在葬礼上他可以来 我会去邀请他 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是真正我的朋友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的标志 那么今天这个学业开始以后 我觉得我呢非常有幸啊 我可以在这儿非常荣幸地宣布 在座的所有的诸位 你们缺省地收到了一张我的葬礼邀请函 那么作为一种期待 作为一种期待 我也期待在我们的旅程结束之后 我能够收到另外120张 来自于未来的诸位的葬礼邀请函 谢谢大家